這個月開始,大灣區接受香港居民申請大灣區居住證 不如大家研究一下,香港人已經有一張回鄉證 那我要將大灣區居住證做什麼呢? 有了大灣區居住證,香港人就可以享受國內九年免費教育和醫療福利 沒有聽錯,是享受大陸的免費教育和醫療福利 全大陸人都想盡辦法來香港各種方式,洗黑錢,古靈精怪,帶著肚子闖關 都為了香港的教育和醫療 現在香港人搶辦大灣區居住證,目的就是為大陸的教育和醫療? 你說是不是笑死馬雲,笑死馬化騰? 這些超級富豪一發達,第一時間就移民到香港 為什麼不住在大灣區? 因為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教育和醫療 那你現在做大灣區之後 香港本來已經香港人在享受香港的教育和醫療 特地走上去辦大灣區居民證 就是因為他要享受大陸的教育和醫療 搞什麼?大陸的邏輯完全… 喂,已經神經錯亂了,說到已經,是嗎? 真是挺好笑,有人都這樣說,真是挺好笑 拿了權利就有義務的了 你明白嗎?任何國籍都是一樣的 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權和責是對等的 一體兩面的 低級的人看到權利,高級的人看到義務 就好像佛家說的恩果 菩薩慰恩,眾生慰果 一般人看到果報,才發覺怕啊,怕啊,怕啊,怕啊 但是仲恩的時候,作為菩薩一聽到的那個恩已經知道 果報一定是來的 有權利就有義務的了 你拿了國內九年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 那你拿了大灣區的居住證,是不是? 享受了他的福利之後,那有什麼義務啊? 這個義務就是交稅 一年裡面,你只要在大灣區住滿183日或以上 就要繳交,你全球各地收入的入息水 作為大陸累進稅率 大陸是累進稅率的啊 即是不同的收入,看看數字幾大 越高就越高的percentage咯 那加拿大也是咯 北加拿大的starting可能有33至最後40幾 還是51,那麼繼續 大陸的累進稅率最高呢 就去到45% 聽著啊,是45% 即是45% 那什麼叫做收入啊? 個人收入是怎麼算的啊? 大陸的法例是很清晰的 個人所得 稅的徵收項目呢,他分開清清楚楚 第一,大家都明白的了 工資咯,薪金咯 工資、薪金、所得的那些就是要交稅咯 屬於個人所得稅的徵收的基礎咯 那你說我沒有薪金就沒有工資的 個體戶啊 個體戶、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開工廠、開時多店舖 那些所得的那些錢就當你是 所得稅咯 第三項就是對企業單位承包 我承包而已,是不是? 承包經營、承租、所得的那些 就當你是所得稅咯 即是入息咯 跟著奴務報酬 你凡是做一些事情 開張票給你的那些 就是你的income tax income咯 是不是?所得咯 第五項,第五項很特別的 大陸我看完之後我眼睛都光光 叫做稿酬所得 好神秘啊 這個 我們寫稿寫了一生的人 稿酬什麼特別提 啊? 計稅這麼多 原來不是的 大陸的稿酬很神秘的 幫你寫一段稿 或者你在它有某個媒介 或者某個渠道 那段稿就發了出來 那個稿費可以很驚人 所以他說稿酬所得 寫稿啊 寫劇本啊 寫什麼爛鬼宮廷劇啊 寫一些電視劇啊 電影啊 那些可以一撥一塊錢 撥很多的 因為那個預算可能有幾億 撥可能給你五千萬 那些就是叫稿酬所得 六就是說 特權使用費所得 你有特別身份 特別你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你有一個勢力 可能黑社會 泥地那些呢 你這裡擺賣 這些交給你 因為你特權 所得的費用 第七 就是七 香港人要聽了 利息 股息 紅利 所得的 都當是你的所得稅裡面的項目 第六就是財產租任所得 就是有物業了 你有層樓租出去 是不是 有個舖租出去 收到租 那些租是當什麼 都當入息 說是 所得稅 九 財產轉讓 都當是所得 你在全球突然間 在多倫多賣了一間屋 有二百萬加幣 那裡要交 這個 since 你拿到大灣區居住證 你就要交 大佬 買賣物業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 目的生存 是靠買賣物業的 是不是 買下賣下 炒下炒下 全部炒賣所得 都要救 第十項 我很喜歡大陸的法律 有些字眼 第十項是什麼 偶然所得 我還很喜歡 什麼情況是偶然所得 不知道 你中六合彩和中馬 是否偶然所得 還是六合彩和買經 是因為馬會已經抽了稅 所得 偶然所得 或者打麻將 贏了 是否偶然所得 這個就是 definition 要看 不過通常都是官說的 說是就是 你不要再問為什麼 偶然 是不是偶然 你不是經常性 是偶然 你不是經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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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性 但是 十項以外 總有一項 Miscellaneous 是不是 好像我們以前考試 SAT TOEFL None of above 全部都不對 全部都對 第十一項 是總結的 總結是什麼呢 國務院 確定 你其他所得 都要納稅 這個就清楚了 一看就知道 大陸的 思維模式 就是國務院定定 你應該交 就應該交 你不要再問為什麼了 國務院定定 這個就是包抄的 就是說 所有項目 剛才那十項都不進的話 還有一項 就是國務院叫你交 你要交 這十項 稅項 就是你的義務 聽完之後 有點奇怪 那怎麼 是什麼人趕著去辦領大灣區 居住證的呢 還是你熱愛祖國 你希望你的收入裡面 會給回一些稅穅 有一個宗教的 就是奉獻的精神 你應該是奉獻給大灣區 我認識很多教徒 不只給10%入息的 我認識一個教徒是給三分之一的 他將他的入息 一個基督徒 他很虔誠 他將他的入息分三分 一分給他媽媽 因為他們相依為命 第二分是自己 作為他那個月的消費使用 第三分是交給教會 那 加入大灣區就是 你要用虔誠基督徒的心情 奉獻給你的主 那你的主當然是習近平 還有其他人 你看到現在 國內的這樣的 宗教領袖和和尚都說 歸依佛法爭三保之前 才要歸依給習近平主席 沒有共產黨 哪有佛教徒 那大家作為一個奉獻式 你才會加入 這個大灣區居住證 那簡單地總結一句 香港的老人家 如果你在香港有樓收租 你又搬上大灣區居住 一年又超過183天 那你拿了居住證之後 你收到那些租就要交稅的了 老人家要體諒這件事了 這件事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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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